他真是 从前学佛 无论在家出家 你问问他有没有念过四十五经 念过 十三经不一定完全念过 四十五经肯定读过 他有结束 道家的老张 有没有肯定念过 所以他有这个基础 进入大臣 很方便 而且如根道的思想 比小臣 由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用这个 来代替小臣 比学小臣还要好 还要方便 而这个历史 教训 我们修佛的人 不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佛教帅了 研究佛经的人 经年累月 苦修 不开智慧 什么原因 基础 我们不学小臣呢 但是你至少要学如学道啊 如个道也不学 小臣也不学 只是解学大臣 大概市政当年说了个话 就是为这些人说的 不学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这个话应当是为这些人说 为什么呢 从前的人都听话 现在人不听话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呢 要深深去犯险 错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不开智慧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 发现这个毛病 所以 群心全力在提倡 劝告同学们 我们要握补三个梗 这三个梗 如的弟子鬼 道的感应品 佛的是什么 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这三个梗 也什么有的话 难了 太难了 你说如 你不能成为神仙 你学道 你不能成神仙 你学佛 你不能成佛菩萨 这没根吗 你就晓得 这三个根是多么重要 我们炸下这三个梗 你就是有具备圣贤的善根 我们学佛的人 善根 佛德 应验 你有善根 你能够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就是你有福德 那你肯定有成就 应验 不怕 佛菩萨会加持 会帮助你 最重要的 就是善根 这个梗 就是如是道的善根 那出家人 还要加一个 上面的四个梗 这四个梗 炸稳了 你就不会被社会 这些习上所动摇 所染污 就不会了 这些明文立扬 五月六成 你不会动摇 你把它砍破 一切法无常 砍破 不为他所动 你的定 你的会 不就成就了吗 给你 一切法无常